聽過商周王沒有? 聽過周翁王沒有? 你知道周翁王就是那個演先天八卦那一個 那個後天八卦那一個 反正就是演八卦那一個就對了 ok 那據說 當年這個周翁王他的民調非常高 號稱叫天下三分有其二 也就是如果當年他出來選總統的話 那個得票率大概66.6666 那因為他非常顯眼的人稱周賢王 那如果你是商周王你喜不喜歡這樣做? 不喜不喜歡嘛 所以後來有一次咧 商周王就把周翁王騙到了首都 那朋友的首都把他關起來 可是他二次當然要去救他嘛 他二次就是傳說中的基烤 人稱博義烤 因為他被封在博這個線 那博義烤要去救他爸爸 結果後來反而被商周王抓起來 剁成了肉醬煮成了肉雞 那另外一個是說剁成的肉醬塞進那個 燒餅裡面變成餡餅 拿去給誰吃?拿去給中文王吃 那郭王當時關在大牢裡面 餓了三天三夜你知道嗎 結果看到有人端一鍋湯進來開不開心 開心啊打開鍋蓋一看 沖出了陣陣的香氣跟七彩的光芒 喝了一口湯 這湯頭真棒 咬一口肉 這肉真有嚼勁 背後出現一座火山開始噴發 然後出現一條青龍竄起 出現兩個字美 胃 這就是中華一般的油 不是這一段喔 那你知道那個時候 怎麼樣啦 沒問題啦 那那個時候咧 那周文王吃完之後才知道 這是他自己有什麼 他後來收票 然後據說他吐出了三隻吐子 所以後來我們稱人家 喝完酒吐出來叫做 抓脖子 然後不相信嗎 我跟你講 這東西要出 今年六月我會出一本書 更多的內容就在裡面 記得訓練 每個禮拜天晚上八點 旅讀台灣就在森利